大家好,欢迎来到波提的YouTube频道 我是你们的宠物美容顾问 今天将为大家分享有关狗狗的美容与卫生的重要资讯 无论是小狗还是成年犬 保持清洁与美丽的外表 对于它们的健康和快乐生活都至关重要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做到吧 第一部分 沐浴与清洁狗狗的毛发 在游戏散步和探险中经常会弄脏 因此定期的沐浴是必要的 在选择洗澡用品时 请使用专为狗狗开发的无造极的洗发水 以避免刺激皮肤和眼睛 建议每隔6至8周为你的狗狗进行一次沐浴 但具体频率还是要根据品种和毛发长度来调整 另外务必保持狗狗的耳朵眼睛和牙齿清洁 定期用温和的耳朵清洁液擦拭耳朵 并用湿棉球轻轻擦拭眼睛周围的泪痕 此外每天刷牙是维持狗狗口腔健康的重要环节 这样能减少口臭和预防口腔疾病 第二部分毛发 护理狗狗的毛发需要定期梳理和修剪 这不仅能保持毛发整洁 还有助于减少掉毛 每天给你的狗狗进行5到10分钟的梳理 对于长毛犬种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定期修剪毛发边缘和脚掌的毛 可以使狗狗走起来更加轻盈 对于长毛犬种要特别注意打结问题 如果毛发打结请使用专业的解结剂 并小心使用剪刀 避免损伤狗狗的皮肤 如果你对于狗狗的毛发护理感到不自信 不妨考虑找寻专业的宠物美容师 为你的宠物进行全方位的护理 第三部分 指甲修剪 保持狗狗的指甲短小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不常在坚硬地面活动的狗狗 长指甲容易造成行走困难 和不适使用专门设计的指甲剪 轻轻修剪指甲的尖端 但要避免修剪的太深 以免伤及指甲床 如果你不熟悉这项技能 请向宠物美容师或寿衣寻求帮助 第四部分 皮肤保健 狗狗的皮肤健康 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 定期检查狗狗的皮肤 是否有红肿、骚痒或其他异常 这可能是皮肤病的征兆 如果你发现任何异常 请及时咨询寿医师 以获得适当的治疗和建议 第五部分 定期检查 最后 要记得定期带狗狗去看兽医 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确保他们处于健康状态 兽医能够提供更多专业的建议 以确保你的狗狗 保持健康整洁 美丽的外表 总结 总之狗狗的美容与卫生 是作为负责任的宠物主人 应该关注的重要事项 定期沐浴 清洁耳朵眼睛 和牙齿毛发护理 修剪指甲和皮肤保健 都是保持狗狗 外表整洁和健康的关键步骤 记得给予你的狗狗 充分的爱与关注 他们将因此获得幸福健康的生活 希望这些资讯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收看本次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 请按下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敬请期待 更多有关宠物护理的影片 再见